你知道吗 人家爸爸是企业家 所以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啊 什么的也可以提 好不好 打电话问你爸 一个饭店怎么经营 要不然让爸爸把钱都赞助了 对 所以刚只是开玩笑 我们从此以后不要提你爸爸了 千万摁住你爸 别来赞助啊 杨安娜自出道就受到观众广泛关注 由于她的特殊背景 总会让观众带着特殊滤镜看她 作为华为二公主 出入娱乐圈的她自然不缺资源 带资金组成了观众嘲讽杨安娜的理由 由于出道后备受关注 许多媒体也拿着放大镜时刻关注着她 更有些媒体硬生生地挖出了她的一些黑料 杨安娜突然转变成演员要从一部短片谈起 她主演的海边升起一座悬崖 入围了嘎那电影节 这让观众重新认识她的同时也对她产生了质疑 再次感叹资本的力量就是大 在杨安娜的世界里 她头顶上永远有一位光芒万丈的父亲 还有一个被万众夸赞的姐姐 尽管她很努力地成为芭蕾舞者 哈佛高材生 但她仍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在杨安娜生日官宣进入娱乐圈之际 鄙视孟晚舟事件备受国人关注 两件事同时上热搜 不免让网友展开激烈讨论 名气 娱乐圈 豪蒙公主 顶级名人 当一个个标签被定在杨安娜身上的时候 成为艺人后的杨安娜发问 为什么大家这样骂我 为什么大家喜欢姐姐不喜欢我 我会在网上看到一些负面的评论 一开始我会很难过 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大家要这样骂我 然后 为什么大家喜欢姐姐不喜欢我 但后来我就想通了 我能做的 只是做好我自己 其实杨安娜虽然是华为二公主 但是在她身上 你完全看不出娇生惯养的感觉 有看过中餐厅的朋友都知道 杨安娜其实很好相处的 连宁静都说她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杨安娜也坦言 其实父母对她的教育从小就没有娇生惯养过 而是培养她自己独立 我父母的理论是 我成长的过程中 他们可能没有很多时间来陪我 所以他们就会刻意地 把我培养得更加独立 在很多事情上 他们不仅自己不会来帮我 也会跟别人说 叫别人不要来帮我 但是可能就会缺少一些 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或者和父母比较亲近的时间 有的时候 我也会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就是可以拥有更多和父母相处的时间 而姚安娜跟爸爸任正非的关系也是很好的 有一期姚安娜以为没有镜头跟随 当时正在与任正非通话 看到她直接喊道 喂 老头 不得不说这句老头也是非常有爱 对于姚安娜来说 爸爸任正非就是她的人生灯塔 姐姐孟晚舟一直是她的榜样 为了得到大家的认可 她也一直在努力学习和进步 就在不久前 姚安娜还参演了刘亦菲与李宪主演的 去有风的地方 剧中姚安娜的人设是傻大姐一个 虽然戏份不多 但姚安娜表演的还挺好的 又自然又可爱 把一个戏份不多的女配角演的人人都记住了 在这部剧播出后 没有人吐槽她 网友真心诚意地夸她的演技 记好 真实 可爱 不做作 每次出场都自带喜剧效果 那你跟我结婚行不行 当然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是嫌我读书少 又没学一本手艺 是不是 小秦 我上初中的时候你才这么点搭 我还抱过你 后来我去工作 每年过年回来还给你发压岁钱 你记不记得 有些男人不就喜欢小一点的吗 电视上有些男明星 多比老婆搭一轮呢 很多网友表示不说 根本看不出来是二公主 戴姿禁组本来有点贬义的意思 给人的感觉是演技浪还抢人角色 而姚安娜却把戴姿禁组打开了一种新的方式 自从进入演艺圈以来 姚安娜不是一开始就直奔女主角 而是挑选适合自己的角色 从配角开始磨练演技 不抢戏 也不动剧本 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配角任务 最重要的是 姚安娜还顺带给自家公司打了很多广告 剧中多处出现华为手机 并且还多次给手机特写镜头 不得不说姚安娜演的配角简直赢妈了 其实家境如何 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无论多还是少 他本质上与艺人努力与否并不挂钩 而且 娱乐圈中向来不缺乏家境好的艺人 但同样的 为事业拼搏闯荡的过程中 该吃的苦他们也一点没少吃 只有当自己真正放下身份束缚 才能够认真对待即将开始的人生 那么让我看起来